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觉得没有被说服 阿苗这里发一点小脾气 我们看一下最近有一个统计数据也给大家做参考 有学者说在野党反乃猪很容易沦为政治操作 他说国民党容许一年吃几公斤 看一下这个统计表 他说2018年猪牛肉的食用量 我们猪肉消费量平均每个一年大概37.3公斤 牛肉消费量是6.41公斤 所以才说猪肉是牛肉的6倍这样的推算 猪肉里面来自美国的美牛大概是2.94公斤 每猪的话一年只有0.49公斤 0.49公斤里面按照推估 含有莱克多巴胺是一年只有0.1公斤 100公克 100公克一米一米 你能跟我们弟弟思考 我们弟弟随便说就这一块一切 夭壽三百多公斤 要不少钱 那个弟弟想是没有功课的概念很贵的同学 好来听听时期的意见 我觉得我有一个不懂的地方就是说 因为刚刚像委员讲的就是要标示来 可是通常你可以放它进口进入海关的 通常都是检验不出来的 那既然都检验不出来 你要如何标示说 好来记 来记的猪 来记的你 因为那天那个县宏提出一个说 莱猪的定义是什么 国民党提出来的莱猪是没有喂食的 那既然这样子是在吵什么 反正进来的都一定不会有 如果检验出来是没有莱记的 那就是没有 有的你就标示 那你告诉民众后你要做这样检查 那这很风险 如果它屠宰前有用 只是停药期 有一个合计的停药期 检查这前面这些不重要 重要是民众担心吃到 吃的时候有 那陈委员我跟你报告 我这吃了诚实豆沙好不好 你很明显跟王玉敏发言人对 所谓莱猪的定义不一样 因为县宏很有提过说 请国民党把莱猪的定义 跟大家很负责任说清楚 那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屠宰后 只要检验不出来 克多巴胺成分的东西 这叫做不是莱猪 那另外一个不是莱猪是 这只猪从小到大 从来没有被喂过莱克多巴胺 国民党说 我要是从来没被喂过 可是刚才你的讲法是说 只要检验不出来 这个就是分成两个阶段 刚刚说的阶段 这个第一个阶段 那个就是茶厂的阶段 茶厂的阶段 它有没有饰养这个东西 这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就是 入境的检验的阶段 所有的科学 他们说要照科学根据 第一段我们先挡 就是我们挡第一段说 希望不要 这是第一步 那第一步 我知道看起来 民进党就是恒的心要进口 恒的心 对嘛 他就是恒的心要进口 不管他用什么理由 不管他用什么理由 好 如果真的恒的心进口 我们的确 人少也挡不了 几万人上街 他也不听 第二阶段 我要求你标识清楚 检查说你检查清楚 让百姓照你说的 有选择权量 你最好的拿不到 你退而求其次 当然第一段是建党 那天 民党议委提到一个观察 他那天拿出一个资料 说马总统在2012年 他要卸任前 他有一次公开讲话 他提醒蔡总统 有整个事情你要注意 包括日本的核区食品 这个核区食品 当然有点问题 第二个他可以讲说 美国猪肉 这核是最大的 你要看着办 我是尽量拖尽量的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包括本来预定 今年大陆也要进口 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美猪 只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这个相关的谈判 稍微延后一下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这个压力很大 所以这个压力很大 不管谁当总统 都要这个压力 这个答案其实很容易 所有民心的累积支持 或是反对 是积累的 我如果说今天说我突然非常讨厌你 当然那个反送中的事情就很大 那个选举是这样 没关系 那我就觉得民党就尽量做 我们是站在国人健康 在党这件事情 不过站在政党角度 民党就尽量一件一件做 反正我们就这样子 向台湾就尽量积累 那个林维州 赶快把党端交给陈毅正委员 这个老柯就头痛了 柯总统就头痛了 我刚刚讲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事实上陈时中不是 就是早在中秋节那个时候 就已经在立法院讲过 就是说 他认为 其实应该要在各种再制品当中 包括像是月饼的内线 绿豆泡的内线 他认为都应该要标示 那他不是都说要标了 这个部分 对焦点对焦一点 他是原产地 他不是部位的这个 没有 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他们这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这个行政院的部位 横向都没有在联系 你说陈时中这样讲 那我是本人在经济委员会 咨询陈吉仲 说你这个标示 偏标 这个时代力量是这样讲 标一个萊猪 把标一个台湾猪 那我们OK 再多贴一个 有没有萊劑 不好吗 陈吉仲不要 他们这个整个横向联系 这个不会打 那个不会打 那个不会打 这个天天吧 这件事情就是杂乱无章 真的你只要在每个委员会 问到 他们都互相杂联 所以你要咨询书院长 院长你下面的部位 我举一个例子 我在教育委员会 咨询我们潘部长 教育部部长 来卫福委员会 陈时中部长说 所有的法令 中央的法令 如果地方 更严格是不可以的 大家应该知道这件事情 地方不是都过很多 这是条例吗 说现在中央是要求 可以比如0.01 那地方要求你 你违背中央 你更严格 不可以 无效 大家应该知道这件事情 这个是卫福部的 陈时中说的 大家记得吧 好 那你要不要去告诉一下 教育部 教育部就是在他的行政命令 写说 要更严格 然后就是叫各个学校 要签企业手 要更严格 他行政命令有效吗 你要求地方无效 同层级的中央部位 标准要一次 要求地方的教育将位 这个卫部 你怎么不去跟你 潘部长讲一下 跟教育部长 你们都是 都一直在乱讲话 陈委员 这个就要好好去当面 救教一下 书成超书院长 OK 最近 我们没有不在讲 我们没有不要让他讲 请他先道歉 这是很乘客 还是要先道歉 OK 那这个就慢慢讲 又持续转了 这个最近 永永老师的财团法人 台湾民进院公布一个民调 那蔡总统的 处理国家大事的方式 赞同了大概55.2% 不赞同了31% 也没有意见的9.9% 那蔡英文总统的声望 大概给予正向评价 非常赞同 还算赞同的 大概也是 大概跟正面 大概55.55%左右 那大概不太赞成 跟一点也不赞成的 大概也是30%左右 好 那我们来看 继续往下看 那满不满书贞昌内阁 整体表现 这个满意的大概51% 也过半 不满意大概40% 但距离就比较近了一点 再往下看 OK 好 那苏仁昌内阁市的满意度 来看的话 的确最近这个满意度 是有点往下降 不满意度是急剧的攀升 好 那大概民间就有个质疑 咬得就叫一下赖委员 好说 再也一直弄这个萊豬这个议题 弄到民政党的蜜蜜蜜蜜蜜蜜 但是 蔡总统的民调 还是相当在所谓高的水位上面 苏院长也没有打到趴 还过半 以中华民国过去 这几年的惯例来看 行政院长民调过半 不简单 这个两个都是高度消耗品 那听的意见 是不是打错了打歪了 还是你认为这里面 有哪些没搞 我讨厌你的美国来自 因为相关民调制度六成多的人反对 但是为什么还继续支持蔡英文 听的意见 应该从年初到现在 整个国家还是在防疫的 这样的一个政策里面 包括不管现在谈到的疫苗 然后谈判的可能性如何 我觉得国人总体今年是一起在面对 国际上面防疫 然后我们能够在防疫的前几名 是这样的一个部分 支持着蔡总统跟苏院长 第二个是说 其实在野党这一次 不管有没有萊豬的议题 严格讲国家这阵子 还是面对到的是 中国在越过中线 然后在西南天天调避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知道轻重缓局 内政草归草 大家来记也好 纾困的分配工不工也好 就业萧条也好 都不敌大家还是担心 现在整个台美 包括美国选举 余波荡漾造成的危机感 所以我相信这个是 蔡总统跟苏院长也很心知肚明的 所以我觉得支持度也好 反映在对国家 总体定位上面的 这个危机感也好 会让我们在很多时候 是尊重也理解 包括这一次 为什么萊豬反到后来 大家说好像你们在野党很弱 没有像以前民进党在野的时候 这个上街 然后这个瘫痪异常 然后定出更高规的 其实大家都晓得 台湾 就其实FTA没签 这次美台对话 不管好不好 终究说有一些MOU等等 都是在一个很期待的角度上 可是机会来了没 然后有没有好好把握 然后对于未来的产业的 重新调配供应链 有没有强大好的机会 是后面要去面对的 包括这一次RCEP大家在讲 已经中国圈起15国了 台湾在西南向大家在质疑说 这个是投资额跟相关的数据是掉的 大家也不忍苛责政府 因为就是这么困难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蔡政府也好 苏院长也好 不要以此为马 因为如果这个叫中线 也就是大家能够接受的基本盘 就是大家希望国家 在你们的领导下 在这个区域安全上面 然后自己国家的国防外交上面 是稳住 这个我觉得大家就会 尽量支持政府 不管是国民党 还是民进党 还是未来哪一个党 也就是说虽然对来自议题 有高度的不满 但是基于国家安全等等 所以还是给蔡政府跟苏内阁 还有我们很多的名嘴专业者 都是在这里下 很期待我们国家的安全 在中美大战之中 我们不要被迫 变成是一个troublemaker 但也不能够视若 所以非常的困难 在这个地方 的确是一个非常两难的 而且多变的一个选择 实际怎么看这个 就说我马上要死 我民调没有特别掉 这个大委员说 事实上有其他的议题 因为全民的共识 撑住了蔡总统跟苏内阁的 基本的满意度 你的意见是如何 当然防疫跟对外的外交关系 这件事情对于全体来说 当然会是重要的 那就内政的部分 其实我会觉得苏院长的 这段路 其实看得出来它有改变 就是说民调往下滑 的确是因为行政院内部 自己出了一些状况 包括了发言人的这些状况 你看到苏贞昌的态度 是有改的 就是他没有觉得不然怎样 我就过半 还是一样嚣张 他没有这样 他反而 我觉得看到了 以前那种凶悍的苏贞昌 整个改过来 就是他有一种舒适的谦卑 就是他也低声下 他有比较低声下气的 在立法院门口 说这个是不是就可以 不要再挡我上去了 然后他的确也帮丁一鸣 道了好多次歉 我觉得他的态度是有改 那这种态度的改变 然后知道自己可能往下掉了 这些事情让人不满 他有警觉 所以他的态度才改变 我觉得这对他来说是好事 我也希望他 因为看到这个样子 然后态度的改变之后 能够重新再来 然后再把内政这一块 就不止外交 不要让大家觉得说 以后讲到外交 民进党好棒棒 可是讲到内政的时候 好像普普 他是可以扭转这种局面的人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他今天定出来 这个五个管理原则 我觉得终于出来了 是一件好事 看起来是 有在面对自己的弱 然后自己被攻的地方 然后重新调整了之后 再重新站起来走 我觉得某种程度 还是可以值得期待 我也希望说这个在来党的进取 好好跟苏院长进行辩论 包括像那个 那我刚才提出说 这个停要期的管理 我觉得这个都点出一些 新的思考方向 大家一起努力 我想还是那杯珍珠奶茶 沉淀一下才是这个国家 最宝贵的珍珠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